由于汽车的仪表是12V的电瓶 我们用的Dreno开发板是5V的电瓶 所以两者非常危险 我花点时间设计了一块电路板 让两者电气隔离 互不干扰 可以用连接线直接连接到仪表的尾叉 接线直接连接到仪表的尾叉 下面按照电路板重新分配一下 SIM Hub的油表和水温表是输出PWM信号 通过改变脉冲的宽度来实现值的改变 我们简单的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 来实现线性的电压变化 电路图合资 油表和水温表分别有三个 并联的上拉电阻到12V 这个上拉电阻上拉的力度非常大 所以我们给它去掉 2858689 同样这三个对应的是水温表 我们可以通过SIM Hub中的值来调整 它的值是0到100最小最大 输出的这个频率是140到0 我们是正向的 所以给它改一下 通过手动测试的这个滑条来找到最大油量 由于油量表的反应比较慢 所以说我们直接调好之后 把ACC断掉 然后重新加上ACC 现在我把这个PWM的output设置到60 86 90 90 我们来看一看 它现在这个油量达到一个什么状态 我们断掉ACC 断掉 表归位 然后给它加上 现在油表只真是满行程 基本是比较准 我们再调小一点 调到90 我们调到80 80 好 我们再去 再去断掉 重打开 桂林 上电 对 差一点 80 我们调到80 就这么来回调整 指针正好指向满行程 然后我这个值是85 85 我们给这个最大值 给它85 最大的行程就是85了 它能达到百分之百 输出的话就是85 我们在桶里找到最小值 这是一个低油量 来检测低油量的警告输出 指针归联 然后我们上电 油量很低 出现警报 安油不足 我们调水温表 把它输出表显在90 效准之后 表显在90 然后我们这个表只在90 所以说就差不多 我们来设置一下高温警报 回味 上电 这个水温很高 我达到红区了 高温警报 到此为止 我们这个四个仪表都可以 都可以动了 这是速度 然后是车速 其实这个电路板翻车了 由于这个Adreno的资源有限 所以说SIM Hub对于这类驱动来说 必须接到特定的引脚 那我只好用我的飞线大法 来飞两根线了